有一點藝術感的彎曲 陽光下超美 太厲害了 我們看一下幾乎比 巨大琥珀色用 大家好 我是昆川老師 吳清潔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南洋大鬥蟲 南洋大鬥蟲它的特色就是 它有三根超帥的雞腳 整個從胸部跟頭部延長出來 像三根西洋劍一樣 而且我這隻是南洋大鬥蟲裡面 最大的高加鎖南洋大鬥蟲 還是越南產的CCB 三根腳非常修長 尾端甚至有一點藝術感的彎曲 超級美 南洋大鬥蟲呢 它們是屬於 Choco Soma這一屬 Choco就是銅 Soma就是身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身體 南洋大鬥蟲 它的這個赤鞘這邊 是整個帶著金屬光澤 大部分是這個骨銅綠 但有一些甚至會有一點紅 甚至紫色的金屬光澤喔 像這隻兩側是綠色 中間漸層咖啡紅 喔 陽光下超美 這隻是我幾年前養的一隻紫色個體 非常稀少 南洋大鬥蟲呢 它的特色還有它的脾氣非常的不好 我剛剛把它拿出來 它就已經心情很差了 對 生氣會怎樣呢 平常我有時候連打開飼養箱 它感覺到震動 知道有人靠近眼發脾氣的時候 它的身體 它的腳會這樣 抖動 的這種感覺 那加上它前面的兩根爪子 我們知道兜蟲的男生前腳可以很長 然後它這樣 揮過來的時候 也是一副我要跟你拼了的感覺 超帥的 我要看他們這樣全身盔甲 其實他們這些盔甲都是很敏感的喔 他們可以感覺到非常細小的氣流啊 震動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輕輕的吹一下 好 嗚呼呼呼呼 有 有看到嗎 哇 它感覺到氣流 是直接把這三根武器轉向我這邊 非常有力量跟霸氣的一個動作 從正面來看一下 哇 看著寬闊的脊腳和前腳 連姿勢都好帥喔 然後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兜蟲 上下兩截身體的中間這個縫不可以摸 因為這邊他們也很敏感 你摸到它覺得有危險 它會直接夾住 南洋大都的這個地方特別厲害 它的體結的邊緣是很鋒利的喔 你摸下去的時候 它自己知道這裡是它的武器 用力夾的話可以直接削掉一塊肉 然後我們仔細看這支鉛筆 我來看一下這就是南洋大都的力量 它夾住之後它會特別用力的往後再夾 所以我們抓南洋大都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絕對不會碰到這邊 然後我抓的時候會抓它的胸腳 很多人看到兜蟲的這個武器 會以為它跟敲行蟲一樣 覺得好像伸進去會被夾住 其實反而摸這個武器是沒事的喔 因為這個腳 它既然是腳 它就是固定的 那胸腳就是完全不能動的 固定在它的胸部上 我們抓住這兩個呢 反而它夾不到我們 對 但是它的爪子 它的六隻腳會去揮動 那其實它的六隻腳旁邊 這都還有很多尖刺 就很像那個武士盔甲旁邊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刺 也可以當作武器的 那平常呢沒事我不會把它抓起來 可能是譬如說它摔倒啊 我要幫它換果凍啊 要幫它清理它的飼養箱的時候 需要抓住它的時候 我會抓住這邊 當然因為這種火爆的脾氣呢 再加上它巨大的身體力量 還有它的武器 打架非常厲害喔 南洋大都蟲 我覺得是所有的都蟲裡面 打架第二名厲害的 對 第一名我等一下再介紹 第二名已經算很厲害 這三根武器要怎麼使用呢 因為這兩根胸腳是固定住的不會動 可是前面中間這一根呢 是頭長出來叫頭腳 頭腳就是用頭可以控制上下上下 那跟胸腳再組合成 三根武器呢 它如果打架就是 把人家用這三根武器整個緊緊的卡住 舉起來然後丟出去 它可以把一隻跟它一樣大隻的 直接起來然後就整個丟飛出去喔 你可以想像那個甩的力量 這麼的強 那當然這一個地方 它夾的力量就會很強 順著頭腳看到底 就可以看到兩顆圓亮亮的眼睛喔 好想喝珍珠奶茶 頭腳和前胸中間還各有一個突起和尖叫 讓它在把對手舉起來的時候 甚至可以把對手的盔甲打動喔 那我覺得第一名是誰呢 第一名我覺得是赫克利斯 長疾大兜蟲 因為長疾大兜蟲它的武器的比例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們看一下幾乎比身體快要長兩倍 像它這一根胸腳非常粗壯 看我的赫克利斯吃果凍吃得好開心啊 頭腳上下上下的好像在拍手 金色的瀏海超迷人 兩隻很大隻的兜蟲在對戰的時候 當對方還沒有辦法幫我夾起來 可是長疾大兜就已經用他的武器直接 把對方夾起來就丟出去 而且長疾大兜我覺得他個性比較沉穩 大家知道在戰鬥的時候 最忌諱的就是毛躁 南洋大兜虎豹雖然打架有時候蠻厲害 但是遇到更沉穩武器又更厲害的長疾呢 他就稍微占了下風 像這樣這麼大隻的兜蟲 很多人以為牠們不會飛 看起來好像真的飛不動 我之前去婆羅洲找昆蟲 我們晚上點燈的時候 好多南洋大兜蟲會飛過來 所以牠們的飛行能力是好的 才會在點燈的時候 四面八方的香谷森林裡面看到光 驅光飛過來的 飛起來超大聲 雖然可以飛行蠻遠的啦 但是牠們短距離要轉彎的控制力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還有人被南洋大兜蟲撞到頭 很痛喔 對你可以想像被一隻昆蟲撞到頭 是會痛的那種感覺嗎 當下就被撞到了 可是一想到說 哇 我是被南洋大兜蟲撞到頭欸 就是一種很夢幻的感覺 這麼帥的甲蟲 我們平常飼養可以到產地看到本尊 還被牠起飛撞到頭 應該是很多人的夢想 我們說甲蟲 背上這個硬殼是牠的前翅 特化成的翅翹 那我的南洋大兜蟲之前死掉之後 我把它做成展翅標本 所以張開來裡面 可以直接看到一個真的像抽屜一樣 凹進去可以折起來放翅膀的地方喔 那兜蟲呢都是弓的有武器 所以這隻一看就是男生 不同種的南洋大兜 雞腳造型也有一點不同 像我在婆羅洲熱帶雨林 遇到的是摩倫康比CM 又叫婆羅洲南洋大兜 他的胸腳肌部比較窄 像是V字形 但是有一個從上往下彎曲很漂亮的弧度喔 脾氣一樣很差 那女生呢像是一隻胖金龜 因為他們其實也是金龜子科的喔 兜蟲屬於金龜子科 我們可以看到他還是這個 像金龜子一樣豆芽菜的觸角 這個豆芽菜還可以開花的喔 展開成一片一片的金龜科的觸角 我們稱為塞葉狀 所以女生就真的 當你沒有武器就是一隻巨無霸金龜 我們這邊來看到有一棵 南洋大兜樹 好怎麼會有這棵樹呢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婆羅洲點燈的時候 其實飛來最多的是南洋大兜蟲木的 因為我們每天晚上都在那裡點燈 所以每天點到我們就會把它一起收集起來 那白天的時候就會走很遠走到河谷附近 把這些因為趨光而來的南洋大兜呢 帶遠一點 讓他不會再看到我們隔天點燈的燈光 又飛過來 那南洋大兜蟲呢 他連幼蟲脾氣都非常不好 真是太酷了 從小到大脾氣都很差 南洋大兜蟲的幼蟲當然也是雞母蟲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的是那個大象兜蟲屬阿克達的幼蟲 以下畫面有雞母蟲喔 不敢看的人可以直接跳到11分27秒 那個挖出來就像一個體前彎的糯米腸 然後一動也不動這樣 動起來也是慢吞吞 可是南洋大兜蟲的baby完全不一樣喔 有時候當我們必須要幫他的幼蟲換土 要挖出來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南洋大兜的幼蟲如果被從土裡面挖出來 他會整個瘋狂的 這樣瘋狂的咬 那有時候甚至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肚子咬破 然後就死掉了 你說呵呵 竟然有自己把自己肚子咬破然後死掉的昆蟲 真的有喔 所以我們如果把南洋大兜的幼蟲挖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小心固定住他前半部身體 避免他去咬到自己的肚子 那南洋大兜的幼蟲呢 到三菱漸漸體色會越來越黃 看看這色澤 好像我昨天在土雞城吃的玉米雞啊 長大之後呢脾氣會穩定一點 但是呢還是可以教大家一個方式 如何讓南洋大兜的baby穩定 就是我們拿的時候呢 把它變成一個C型握住 對它就會有安全感 這時候它就比較不會爆咬 那南洋大兜的幼蟲呢 跟長疾和大象兜蟲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們吃的是中度發酵的木屑去混腐植土喔 因為它們在野外 主要就是吃一些島木下面這些木頭 腐朽發酵然後跟土混在一起的混合物 那它的蛹也超酷 看這超美的巨大琥珀色蛹 甲蟲的蛹不像蝴蝶的蛹 外面有一層像睡太陽的東西包住 它就會直接赤裸裸的看到身體 所以叫裸泳 它的胸腳 頭腳 六隻腳 甚至眼睛 腹部的體結 還有翅膀都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那這個裸泳呢 是可以動的喔 它的腰超級軟Q的 昆蟲裡面的完全變態 像是蝴蝶啊 甲蟲 真的是動物界最神奇的一個變化 你可以想像一根糯米腸 變成一個這麼帥全身盔甲武器的戰士嗎 完全變態的昆蟲會經過蛹期 這個蛹期其實就是一個打掉蟲鏈的過程 我們來看一下這罐糯米腸的皮 不是 是雞母蟲脫下的皮 從頭部裂開成三半 然後一路從背部裂開 裡面還可以看到白色的氣管 連接到身體側面的氣孔 當幼蟲脫下這層皮 它就會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就是蛹 而蛹還要經過巨大的改變 才會變成成蟲 所以蛹就是一層膜包著一團混沌 全部打掉蟲鏈喔 所有的器官構造變成一坨醬糊 然後呢 慢慢慢慢在裡面 再變成這些所有成蟲的細節 離開勇士的時候 就是一隻帥氣的戰士 痴痴 嗯 尿尿了 它 它 它噴在我的電腦上面 好大一攤啊 好 大兜蟲都一樣 吃貨 吃很多 拉很多 所以在錄影的期間 很容易就可以拍到它表演噴尿尿給大家看 今天的昆船仔戲上課了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留言分享给更多人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开小铃铛喔 记得开启全部 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